你如果倒转来看世界 你也能成为神 你有没有发现 干活越多越努力的人往往拿越手 而那些整天什么都不干的人拿的却比你多 生物学家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发现蚂蚁在找到大量食物后 大多数都变得非常兴奋 不停地往潮里搬运 但却有那么几只蚂蚁什么也不干 直到实验人员拿走食物 勤快的蚂蚁瞬间乱作一团 惊慌失措 反而是蚂蚁带领队伍找到了新食物 原来那些蚂蚁并不是在偷了 都是低水平的勤奋者 依靠盲目努力 而真正的高手靠的是方法和目标选择 他研究大量成功人士后发现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盲目地消耗自己时间和精力 而是在高价值区做正确的事情 他说 你必须把时间放在真正值得关注 可以长期积累的事情上 才能全力以赴 持之以同地付诸实现 获得内心的能力